韓國與古巴兩支棒球技女 在八強賽正面交鋒 跑賽軍航二區上就率先發難 守命打者 蒲秉浩一上來就沒再客氣 一棒扛到了中外野 小白球直接打在了拳淚打牆上 中外野手機接著後 經過回傳已經來不及了 蒲秉浩攻站上得分大門 賽前打擊率不到兩成的他 今晚終於發飆 再靠著下一棒民兵線的中外野 安打 砲灰本壘幫助球隊首開紀錄 而且韓國火力一旦開啟就停不住了 捕手梁義智接著在一三壘 有人時也來補刀 又是中外野安打 同樣帶有一分打點 正根宇隨後掌握一出局的點圈機會 這一棒打到右半邊 距離夠深遠 直接一棒送回雷上兩名跑者 韓國瞬間擴大到四比零領先 而且逼得古巴散賭換頭 沒想到Norberto González 只解決一個人次又被換下場 第四任投手Megel Lahera 面對巨炮等級的黎大號 還沒站穩就被敲出中外野穿越安打 二壘跑者連靠兩個雷包回來得分 炮賽軍團光是這個半局 就靠著七隻安打冠近五分 除了打線由發揮 先發張遠準也展現壓制力 前面四局沒讓對手越雷池一步 慘遭埃打的紅色閃電 五局下找回不祥在北斂的決心 一隻安打跟一次四壞攻佔一二壘之後 Sailor Hernandez一棒打穿內野防線 跑者快馬加鞭 經過三壘再衝本壘沒問題 古巴終於打破鴨蛋 Larscoro隨後掌握兩出去一壘 有人這一棒扛到右半邊 距離夠深遠 讓跑者一口氣連靠三個雷包回來再下一程 五局打完 古巴追到二比五的三分落後 雙方接下來形成投手戰 但韓國八局上再度找到突破口 梁一志在一出去後 待中這個一百公里的變化球 中外野方向留不住囉 solo紅布嚷 今年在KBO累積二十轟的捕手炮 果然名譜虛傳 金賢豬隨後在梁出去得點圈有人 靠著這支穿越安打再添分數 中場韓國沒有意外以七比二 擊退紅色閃電搶下四場門票 本來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 本來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 中場 結束